新房 各位朋友大家好 又到了我們今天驗房的時候 今天我們驗的是一套 新房 新房呢就要跟大家來看一下 為什麼要做新房檢查 今天有一個蠻不錯的例子 好 我現在在煮肉的位置 你看到很漂亮 我們今天來看一下 新房的屋頂 看到了嗎 裂掉 缺 這邊也是破了 這邊也是有花山 各位這是 2020全新的房子 這個 再次跟大家提醒 新房也要記得燕屋 並不是代表說你買全新的 什麼問題都沒有 還是要請燕屋公司來幫你檢查 特別是著重在屋頂這方面 雖然說很多東西都是全新的 但是他如果是 施工方的疏忽 或者是說他 做的工法不對的話 比如說像屋頂 本來有20年到25年的 可是他如果是工法不對 很可能五六年就有問題了 那有問題的時候 剛好又過了這個保修期 那這樣不是很吃虧嗎 那今天的視頻比較短 就給大家看一下這個 我今天發現他的問題 好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好好留言按讚喔 拜拜